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人却云淡风轻 这套房子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情感纠葛 已经离婚数年的林女士和周先生 为何今天还会为了这套房子 而坐上调解棋 房子的主人没房住 不是房子的主人却要交房贷 疫情影响下房产面临查封 究竟该怎么办 这种情况是双方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 可能都不希望看到的 我讲的再过分一点 其实都是在考虑自己的利益 当情剪不断 当力力还乱 数年都分不清的房产 今天能否达成一致 一起走进金牌调解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所有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林女士和周先生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解决一个离分钱房产的问题 我的要求是想给儿子做分房 现在是我在住 也是我在翻那个房贷 装修也是我在做 装修也是你 好 那房子在谁名下 房子在他名下写的 好 你现在希望 是怎么样一个处理的办法 这给儿子 我只有房子的积住钱 所有钱我不要 现在是房子给儿子 这一点达不成共识 还是保留你的居住权 这一点达不成共识 都达不成共识 当然达不到一起去 如果这个房子 他不给儿子 他自己要 他要给我的那符钱 要给我 大概五十多万 他刚才说 如果房子给儿子 他有居住权 现在是我的 他都不让我进去 如果是儿子 他更加不让我进去 你是担心 名义上给儿子 但是这个房子 还是由他来使用 是这意思吗 对 房子到儿子名下去了 儿子交不起房单 然后他在儿子 这里念 念的儿子又把房子 过不得给他名下 就属于他的了 担心后续会发展成 这个样子 对 他说如果你不转的话 就补钱这一点呢 我也没有钱 尤其我也不会补 林女士显然信不过周先生 因为长达七年的时间里 他这个产权拥有人 都住不进这套房子 可周先生却说 这套房的实际拥有者 并非只有林女士一人 房子是13年10月份买的 当时是夫妻关系 夫妻共同财产 11月他就办一个贷款 他说真心的问题 办了一个假离婚 为了买房 两人办了假离婚 房产登记在了 林女士艺人名下 可是谁也想不到 这次假离婚 却慢慢变成了真离婚 因为办了离婚手续的 林女士偷偷交了一个男朋友 反正他想走就走 想来就来 想出去就出去 他完全是扶手八道 我扶手八道啊 他我们睡在一起 都是同常一梦啊 他的口口都是人家的 等于他经常又跑出去 知道吧 那次做那个钢肠手术 是我监狱去的吧 钢肠手术你在那里 他要到那里去看你 我说那边都是你的 你们在那里风风光光 在那个胜利路那里 你还以为我不清楚啊 我在那里立地要死 后面他走了 你在那里睡在我边上 给人家发信息 打电话 你有那么近了啊 你的微信啊 口口口都有 都在插的手机里面 你三更半夜回来 一点钟打电 一十二点钟打电话 给你回来 不回来 一点钟打电话 不回来 我在外面做事的时候 儿子做尖在那里床上 门都是开的 我冤枉了你吧 我儿子这么大啊 我在外面做两份事啊 别骂 你在外面玩得一十二点钟了呀 三点钟没回来呀 我儿子跟你儿 我在外面去了 你儿子跟你儿 打电话叫你不来呀 你记得你几点钟回来的吧 四点多五点钟 天光回来呀 你是什么人啊 你还有良心啊 你这种人啊 没有良心 你开四档 开四档不是我们两个的一级 一起睡一起起来吗 一起起来 这么大的锅 不是我一个人吵在吗 你起了几个枣啊 你起了几个枣啊 你知道他这个乱讲的 知道不 他当时是在外面 经常就不来 我祝愿他都没在身边的 你听他在这里瞎讲在这里 他什么事都说得出来 你叫你表弟到这来对质 他这个人性 靠面叫我不要你去嘛 我跟你又没有关系 你跟你别的老人 都跟我没有关系 他不要我去 我不希望你到我身边来嘛 知道吗 不要紧 我死了都不怪你什么事 那你为什么说我不去呢 我不要你去嘛 开始是不要你去嘛 他一直怀疑的那个问题 你有解释清楚过吗 他不是怀疑 他就是心里有问题 那这个问题 我心里有问题啊 你在心里有问题哦 我心里有问题 我跟人家睡在一起去了 从周先生连出炮事的质问声中 我们听出了他对前妻深深的怨 原本他为买房假离婚 如今的后果 却是他真正失去了枕边人 甚至后来他发现 连房子都要保不住了 又不属于我的东西 我们又离了分 这个东西我一直在交房贷 一直交房贷 我交了几十年以后 这个房子不属于我的 我什么都没有 我付出那么多干嘛了 这个时候你开始担心自己 这个房子安不安全的问题了 是吗 对 因为房贷是你在还 对啊 装修也是我在装啊 18年的时候 电发 反正是按照的是什么东西 你就跟他在那里商量 那个钱 那个房子 不交 谁跟谁说 那个男的嘛 过了十来分钟 可能他在那边说 你交了房子 又住不到房子 你交什么房贷呢 你听到别人跟他 他说 对对对 不要交 对 你听到的当下 心里想的是什么 当时心里感觉难受了 那个打电话打过去 他接不到嘛 他把我电话拉开了的 这个时候 你有没有担心 他可能会不交 担心过啊 这个没办法啊 他记得那么清楚 我都不记得 他提出来房贷由他还 可是房秀跟他没关系 是不合理的 这一点你觉得呢 合不合理 我有跟他讲过 你觉得你压得住房子 虽然是我没下 但是我终究也是给儿子 我说让我跟儿子住 我们跟儿子来交 你自己有一套房子 是他的一个人没下 一致父亲的 离人婚姻要都在一起生活 钱都拿出来买了第二套房子 是协得他没下的 我说你就 你就让我跟儿子来住 省得我们的外面住房住 外面住房住也一千多 这个房贷嘛三千多 我跟儿子再凑一点 不知道三千多嘛 他不肯 你是说 他就不要住在这里头了 然后房子交给你和儿子住 房贷你们来承担 他不肯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就是不让我进啊 单纯从你的角度看 除了那个名字是你的 但其实你是没房住的 对 我也交了两年 从那个房贷下来到16年 那月23嘛 他看到我在麻将馆打我嘛 搞从那一日起我就交了 那高六年啊 李女士指出 周先生名下明明还有一套房 可是他却霸占着两套房 不让他进门 让他流浪在外 所以无论为何 他也不愿还贷 可周先生说 第二套房是间旧房子 已经租出去了 文婷此言 林女士更气愤了 因为在他看来 前夫一点也没顾及 这么多年的夫妻刑犯 曾经没有房住的他 也想要租前夫那套旧房子 可周先生却开出了 极其苛刻的条件 17年快过年的时候 他那个老房子 就是二十房的一只父亲的 他租给人家一间四 那时候我已经在外面租了房子 他跟他儿子讲 跟你妈妈说 我租给人家一间四 问你妈妈一间三要不要 他让我儿子告诉我 他说 他说房子租给人家一间四 问你一间三要不要 我当时就有点生气了 后来想一想要管他 毕竟是自己的房子 住得安心一点 在外面住也要一间二三 刚才我就答应了 答应了 刚才我就搞卫生的时候 搞到第二天卫生的时候 他就来了 我跟你讲 纸到我脸上 你住在这里 第一 我的东西又没有拿走的 你不能动半项 第二 不三不四的人 不能进这个门 第三 你娘家人不许进来 搞我心里就不舒服了 我发一间三百块钱租的房子 还有你一二三是吧 我在外面租一间二百块钱的房子 我想怎么样怎么样 问题我也是要出钱给他 你说有这种人吧 我跟儿子来租他的房子 他租我的房子 这是能做的事 所以说我东西搬过去了 我也不要了 我就过来了 女婿听到女儿听到摇头 我冤枉了你半点吧 那冤枉了吗 冤枉了 女婿跟他分析 他说你经常说你身体不好 你就住到你房子里去 又没有房贷又没有什么 你一个车子 你想跑弟弟就跑 不想跑嘛 你就打打小牌 他说他不走 他住在那里好舒服 晚上散散步啊什么的 他就那么会享受 你租了钱 我不是有什么事啊 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感觉 与其说在这里谈房子让不让谁住 房子该由谁来还 房子到底该归谁 不如说在先生心里 一直压着某种情绪在 你自己现在都没有反省啊 你现在还不明白啊 四十多年了 你在外面看一看哦 原本好好的一家人 却过成了这个样子 周先生心里有憋不住的恨意 他种种行为 就是要让前妻不得安生 可是受到今年疫情的影响 本来是做厨师谋生的周先生 没了收入 根本还不起房贷 房子面临被收走拍卖 已经到了不得不找 前妻协商解决的地步 这个疫情呢 在一个七年我投资 也是半了 没钱 就真的还房贷是成问题的 真的是成问题了 等于三月份的钱还没交 我跟银行里的人说了 你反一反 我说我通过金牌调解 能不能打进个公司 所以你希望赶快 把这个房子的事情落实 对啊 周先生急了 但这一次林女士却不急了 原本心心念念 想住进新房的他觉得 前夫找他协商 肯定藏着别的目的 他急着要找女人 最近吧 这房子不是他门下 他前妻门下 他肯定心里不舒服 我肯定不会给他了 没把他电话拉黑的时候 他之前动不动 三更半夜发信息 打电话骂人 就是那种消息 三更半夜发出来 好恶臭的那种骂人 是为什么 你知道不 然后我就把他拉黑了 在他拉黑之前 他打电话给我 他说你的父哥 不跟我死牵出去啊 因为父哥在乡下 我说我牵到哪里去嘛 我管你牵到哪里去啊 就是那种骂人 我说你要我牵出来可以 我说我房子在哪里 我就牵到哪里 你说我说错了吧 他怎么说啊 你想得没 你死了又去 去了又来 是要骂我的 然后挂了电话之后 我就跟儿子讲 因为我儿子一直 跟我住在一起嘛 跟他住了一段时间 他就两个人合不来 他又搬到我这里来 我就跟儿子讲 我说你爸爸 叫我把户口牵出来 我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他找了女朋友 上新的户口啊 他就无意中这样 跟开玩笑一样的 跟他儿子说 我看到家里有女人的鞋子 还有女人的利用品 你说他现在这么 急于讨论房子问题 不完全是因为钱的事情 是因为他有别的想法了 这一点 周先生可以解释一下 他觉得是你要过新生活了 没有啊 这个已经伤得这个样子 我也不想 也没有信心 周先生 因为你刚才提出来的是 这个过户给儿子 然后保留我的居住权 对吧 但如果按照他所说的 你还有第二套房子 你不存在 没有地方住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强调 要保留你的居住权呢 像这样的情况下 那套房子保不住的 本身我就有病 那边就是在老旧小区里面 在马路边上又吵 你也知道 我当时的时候就是经常失眠 病了三年 我三年要多少钱来治疗 知道吧 你知道在院院 那个住院就花了三万块钱了 那里又要顾一顾的多 吃又吃不烂 周先生还有一个问题 他所担心的 他的养老的问题 他的救助的问题 他儿子说了嘛 这个房子 你写给我名下 爸爸付钱 也付得开心一点 你的养老 我来负责 儿子女儿也这样调节过 说你就让我跟妈妈住老房子 要么把老房子过付给妈妈 他也不肯 你已经人都不在这里 我怎么会付一道房子给你 大家现在就僵在这了 那接下来如果还是照着这个 你们的相处方式继续的话 就意味着这个房子的房贷 就永远得不到解决 我管他要怎么拍卖 总是没用 林女士不相信前夫 而周先生又恨着前妻 两个人对于房子问题 始终都谈不拢 尤其两个人之间 还有一个大问题没有解决 那就是周先生名下的那套房子里 有着林女士的28万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条件 节目继续 经常打架 都不得叫我死走 那时候生意好的时候 一天有一万多块钱 刚才有一天三三 那个钱收拢了 晚上就给他 我说你一天存多少钱 或者取多少钱 我说我能有个信息吧 让我知道我们家 到底有多少钱 他不肯 我就想想不服 二十多年跟到你后面 别的没有 一生的伤 你叫我走我就走 我不可能吧 然后我就叫了我娘家的人 她也叫了她家的人 然后在公历上吵了一支 吵了一支的话 那时候就调节 给我三十万块钱 赚什么呢 就是我跟他这么多年 赚一个补偿 公历上也赚了些钱 都是他一手在整的 等于就是放到我们下 这属于你的 对 属于我的 他说没有 就抽了二十八万给我 然后他又求着我 他说店里没人忙不过来 我没求你 你喇叭是帮我 你要把我这个公历搞完 看我就回来了 他回来没多少天 这个过年 他又看中了一道 那个二手房 从看中到买 也就一个星期 我又把钱拿出来了 我们这家人都不知道 又把钱全部拿出来了 你怎么想的 买给谁的 属于他的 你倒是怎么想的 我没有想到说 离了婚也要 你是你的 我是我的 我没有这么想 所以你是主动把那个 他给你的那笔钱拿出来了 对 在你的认知里面 比如说 这还跟我们那套房一样 是我们 属于我们一起买的 还是 他一个人呢 那你为什么愿意拿出来 我没有想到 都是这个家嘛 都是为了孩子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子 如果有的话 我绝对不会拿 二十多万块钱出来 他硬的要把房子 写给他们一下 我就拿回来 你就认为这应该算是 你一夜买房出资了 对 二十八万是这样的 他说我要换钱 不是这个钱 这个家要好好的过 这二十八万给你也不足够 那你看待这二十八万 就不是给他个人的 不是给他个人的 付不好 你就不要拿过来 我觉得说得很清楚 在我们还在一起的前提下 才能有这二十八万 对啊 是啊 这二十八万是你们 共同生活的前提是吗 对啊 后来你买第二套房的时候 写在你名下这套房的时候 写在我儿子名下 因为他这瞎讲的在这里 已经是在这里 是写在儿子名下 写在儿子名下 我加了一个我的名字 我就把他将来以后 把他卖掉知道不 他拿出了那个钱 也用来购这个房 你怎么看 这个钱是我的钱嘛 不是你的钱 你并不认可 这属于他出资的部分 没有 没有这个概念 对于那二十八万块钱的性质 双方各持一职 李女士认为 那是周先生对他的补偿 周先生认为 那是共同生活的前提条件 不算李女士的个人资产 面对这么复杂的情况 今天的房产纠纷 到底该怎样处理 律师中正首先对李女士和周系长 进行了一番情况摸底 周先生 李女士 你是先在二十三年八月 签了个论购单 付了一点定金 二十三年十一月一十一号 就是以女方的名义 支付了首付款三十四万 然后接下来在十一月二十八号 就办理离婚手续 二十四年一月一十五号 那么又以女方的名义 和开发商签订了 正式的房产卖合同 也就是说 你们在离婚登记之前 你们就第一套房子 发生的大事 就是签了论购书 付了定金 到后面就转化为首付款 对对对 这个首付款也是以 女方的名义去交的 我就交的嘛 那么这个账 这笔钱是从谁的账户 把这个钱打给开发商的 我的账户 两张卡刷的 是你的两张卡刷的 对对 贷款交通 以及贷款账户 都是女方的名字 实际上都是 由男方在清偿贷款 那么这个主线 我们确定之后 我们再问你第二个问题 那么你们两个人的 分开生活时间点 在什么时候 还就彻底分开 一年初 我真正从出来就是 16年三月底吧 应该之前 你们在一起 一起做事是吧 对 钱都是在一起混同的 也没有书面 约定说什么 你是你的 我是我的 也没有写这个协议 都是还跟夫妻一样 在一起用 对不对 首先我们说 这个房子的这个定性 第一套房子 就产权登基在 谁名下 这个房子就归谁所有 那么物权法定 这是基本原则 情况下下 那么鉴于你们的 这种特殊情况 我们就谈到第二个问题 你们在离婚之前 支付的首付款 是一个什么性质 离婚之后 男方以女方的名义 实际偿还的按揭款 这两个问题呢 我可能是这么看的 在离婚之前 以你的账户 支付的首付款 属于共同财产收入的支出 后面的男方 以女方的名义 去实际还贷 这部分钱要分两个节点 正式的分居 为一个界限 正式的分居之前 你们属于同居关系 在你们同居期间 你们对这个收入 如果没有明文 做出约定的话 那么你们的收入 是混同的 你们的支出也是混同的 按照民法通责的规定 在同居期间的这个收入 和支出以及投资 如果没有约定 各自份额的情况下 也视为等额分割 五五开 那么各地分居之后 男方继续 以女方的名义 就有按揭款 那么这个性质就变了 如果今后发生争议的话 那么你这边 要主张这个钱的性质 那应该是属于债务 我归来一下 第一道房子 这个我的总的观点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环贷啊 目前男方确实 经济受很大的影响 疫情原因 女方也说自己没收录了 那么如果说你们僵持下去都不还 这个银行啊 他就要起诉 停贷收房子 这个时候的被告是谁呢 这女方啊 银行停贷拿房子抵债 这种情况是双方 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 都希望看到的 因为到时候 儿子他可能心里面 会有巨大的失落 因为他知道这套房子 爸妈妈曾经都收好了给我 两个人闹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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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 对女方的这种经济不常 做一个承诺 给付有困难的话 可以按批次给付 这个首先第一个 二位买这个房子 是13年年底的事情 当然办这样什么手续 合同是14年 从那个时候开始 你们俩的纠结 纠缠 我不管中间有没有什么 其他乱七八糟的 情感纠纷在里面 也不知道 你们的身体因素 情感因素的影响多少 但是我知道 你们其实今天在这里 讲的所谓的 为孩子争议 其实都是假的 我讲的再过分一点 其实都是在考虑 自己的利益问题 并没有在考虑孩子的问题 哪怕这个孩子 其实在他们 还没有成年的时候 就夹在你们中间 其实已经过得很难过了 林女士 你考虑过一个问题 这套房子所有的后果 都要你来承担 因为贷款是你贷的 合同是你签的 房子正是你的 可能你还不知道 具体用哪些东西 我可以帮你来分析一下 贷款的全部的本金 利息 然后你预期的罚息 诉讼有诉讼费 还有律师费 这些费用是很多的 而在诉讼的持续过程当中 你自己应对 或者你逃避了 进入了执行阶段 那你可能是失信人 你没有办法坐高铁 也没有办法坐飞机 行动也受限制 然后一直到这套房子 拍卖完毕 钱够 当然好 你可能可以解决 这个债务问题 钱不够你还要继续还 而且你还要考虑到 这个房子 如果是拍卖的话 跟你自己去卖 或者你们这样妥协 商量好 那价格可能还是有蛮大差距 因为通过法拍的房子 根据我们的工作经验 往往价格是达不到市场价格 所以说你在今天 做出选择的时候 我希望你能把这层考进去 而且周先生 其实针对你的第二套房子 当然产权正常是你的名字 我觉得房子是你的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林女士给你的这个20万 这到底是什么性质 我觉得我们可以还原一下事实 比如说你说你前面给了28万 到底是说所谓的亲生损失费 还是说一种补偿 还是说是夫妻双方的 共同生活的共同收入 这些我相信其实 双方都有那么多人在场 能够作证的情况下 能清楚这笔钱来 分析清楚的这笔钱来之后 那么林女士给出这20万 也就能清楚的这性质 但是如果你们是真的想解决问题 想为你们的未来 想为你们孩子的未来 考虑的话 我想你们不需要在这里置气 无论是情感还是现实上 我觉得你们都可以更慎重一些 就是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 然后没有感情只算钱 既然没有感情 剩下的就只是钱的事情 但是这个钱里面 又掺杂了感情 但是这个感情叫敌意 你们互相是很有很深的敌意 导致你们在算钱的时候 互不相让 先生你经常说了几句 就是提到了几次拼死拼活 什么叫拼死拼活 这个钱是我拼死拼活赚来的 凭什么给你 所以两个人互不相让 其实我把你们几个人提出的方案 尤其是周先生提出几个方案 我稍微捋一捋 第一个方案就是过户给儿子 让母子住在一起 周先生很不甘心 他说凭什么我来付出 我凭什么为林女士来付出 你不让你们俩来做 所以第一个方案 不甘心不行 第二还有一个方案 就是把这个房子过户给儿子 那作为林女士不甘心 我辛辛苦苦跟了你几十件 最后什么也没有得到 虽然给名义上我也是为了儿子 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 人都是有私心的 我什么都没有 这个他也不甘心 那么还有一个方案呢 就是第三个方案 就是说不过户不过 但是妻子呢 可能要把你付出的给你 是吧 但是很明显的 林女士这块 第一个他拿不出钱给 第二个他自己也不愿意给 因为他觉得他有份 他不想给 还有一个方案呢 就是需要你 当然你们之前 也进行过这样的方式 需要你给林女士 你的前妻给出一笔钱 但是这个呢 你都提过好几次拼子 我觉得你也不愿意给出来 如果这样的话 只能进入到这种 我们说的最坏的状态 把它拍卖 但是这种办法呢 它不是个办法 不是个好办法 但是却是一个 不得不做的办法 也是现阶段最能 最需要采用的办法 那可以说 如果采用这个办法 对二位损失都比较大 如果能够给妻子一些补偿 如果大家能够各让一步 把过户给儿子 我觉得不偿是一个 比较好的方式 你们家现在按我现在的理解 最大的问题 其实就是缺钱 银行催着自己还钱 你们俩给我们的印象就是 就是对方不肯 所以没钱 你们现在连房的都还不起 如果房贷还得起 那今天重点就是离清关系就好 你们钱带子是不是空的 先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两个人钱带子是空的 我们就找一套房可以卖的 然后这里面你们该分多少比例 分过去 分过去之后 就按照你这个关系 该交钱的交钱 你们现在经济上 是没有来源的 是吧 既然没有来源 按道理你们就应该筹钱 但是我听到的就是 你们俩其实不太在乎 一定要多少钱 你们现在是有两套 相关是两套房子 在法律上属于谁 以及当时你们离婚的时候 有没有显然失去公平 如果有 今天可以调解 调不了 那就是法律上的事情 把这个归属关系说清楚 然后就把比例说清楚 要换多少钱 从哪来换 那肯定就是卖房子 如果可以不卖房子 你有别的办法 那就按你的笔定 你自己去想办法 如果是这样 我们就先进密室 先把这个事弄清楚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能不能从这个房子里面 找到钱 来解决蓝眉之急 明确房子归属关系 理性应对现实情况 力求保住双方最大的利益 今天两位律师 钟正和于晨帆 分别陪同男女双方 进入了密室 听完老师们的分析 林律师考虑过后 提出了两个方案 房子 我加上儿子的名字 他搬出去 房贷 我跟儿子来交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 货付给他 也可以 房子的首付一半 我这36个月的租金 还有我交了两年的房贷 36个月 你的租金大概多少钱 1200 5万4 首付的一半是多少 17万 这个你还贷款 还了多少 3400 大概8万1000多块钱吧 等于你这边是要拿了 30多万 才肯买这个房子 购户给他 是吧 嗯 林女士 林林总总的补偿 加起来有30多万 周先生 能答应吗 此时 他正在密室的另一边 和中镇交流 你是坚持 就是说 那个他房子给儿子 你不给公证也可以 我也只有哪个居住权呢 我又不拿所有钱 可他的居住权在哪里呢 他的居住权就在 那个旧房子里面 这个东西哪里有什么争议呢 你如果是要找 你自己就想办法 就自己出去 不要住这里的房子 周先生愿意把 第二套房子的居住权 给林女士 可一旦他找到了新的对象 必须得搬出去 此时 于晨帆带着林女士的方案 来到了周先生身边 房贷款 8万块钱 加起来30块 房贷他拿了付的8万块房贷 把这一个月查得到的 我家儿子名字 他来还贷款 他只要他跟儿子一起住 不能让男朋友住 这两个方案你听懂了吧 钱打多少钱给他 30万 睁开眼睛说瞎话 这种人 林女士提到了 还了两年 共计8万元房贷 周先生并不认可 其实 他和林女士 自2013年离婚后 还有过几年的同居时间 而这8万元 是他们离婚后 同居期间一起还的 这个要求 被周先生反驳后 林女士又提出了 第二个依据 然后他买第二套房子 我出的钱 你可以跟我讲一下 就是 那个28万是怎么回事 当时我们办了离婚以后 在一起做生意 他就天天吵架 大家跟我走 这等于就是一个补偿的 那你20万拿给他 回去去买那个房子 当时怎么说的呢 他借了20万给林家 他说一下子要不回来 叫我先拿出去 林女士坚决认为 这28万是他个人资产 拿去帮周先生 垫付第二套房子的钱款 另一边密室 钟镇也正和周先生 确认这个问题 那个28万确实是 你给他 他也确实把这些 拿去买房了 对吧 他给反了我们 这个也没什么真 给了28万之后 你们俩是不是分开了 这个分分合合 分合合 哪里赢 打得复得好 其实2015年 周先生给林女士 这笔钱后 双方分分合合 2016年春节前 买下了第二套房 2016年3月底 双方彻底分开 这套房子 也算是双方同居期间 共同收入买下的房产 了解这笔钱款的性质后 于神藩决定 带着林女士的想法 再和周先生 进一步沟通 比如说你像 他现在给你 要的是30万 就他那个贷款 没换了8万块钱 还了多少 对吧 房子一万八 那还一万八 那你人家25万都不到 24万左右 差不多 25万嘛 我就卖得一套房子 第二套房子 卖掉 你给他20万 给他一套 房子过户到周先生名下 周先生同意 卖掉第二套房子 给林女士一半钱款 作为补偿 但根据目前的行情 他第二套房子 市场价在50万左右 林女士只能拿到25万 根本达不到30万 他会同意 律师中正正在跟他进行交流 林女士不相信周先生 他重新提出了方案 要么他在房子上加上儿子名字 他和儿子住 房贷他和儿子来还 周先生住第二套房 要么周先生和儿子住 负责还贷 第二套房子过户给林女士 这样大家都老有所居 考虑到儿子以后结婚相处 以及需要的问题 让儿子跟周先生同住 林女士还是不太放心 面对这两个方案 周先生能接受吗 他会怎样选择 周先生虽然嘴上不饶人 但实际上还是在他原有的基础上 做出了让步 费尽一番苦心的房产纠纷调节 最终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协议将以怎样的内容呈现 密室结束 我们一起来看看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好 把协议念一下 协议第一条 甲方同意 也就是男方同意 本调解协议书签署后三十日内 搬离女方名下位于某处的房屋 不再就该套房屋主张任何权利 二 女方同意 将刘某某作为房屋共同共友人 也就是儿子作为共同共友人 并与本调解书签署后十五个工作日内 办理相应的公正手续 并贷房屋抵押贷款还清 解除抵押手续后十五个工作日内 办理添加房屋共同共友人的手续 三 女方承诺 不再就男方及儿子名下位于某处的房屋 主张任何产权 亦无权要求男方返还任何购房款 四 双方同意 男方搬离女方位于某处的房屋前 上欠的银行贷款由男方承担 男方搬离后的贷款由女方承担 可以啊 也是真真的是为了儿子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老师辛苦 我希望大爷要不要骚扰我 谢谢各位老师的调解 为什么当出现一些矛盾 或者说在利益上有很大分歧的时候 然后大家要选择用那样的形象 那样的语言去处理问题 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对自己形象上的追求 所以调解今天我们达出一个结果 但是我们更希望两位 也许当时你们走在一起可能是一个错误 但不要让自己的整一个人生变得错误 更不要让自己的形象变得那么不好看 所以如果说这个嫌疑大家认可了 还是建议两位重新规划一下自己的生活 从规划自己的形象开始 这样对你们的孩子们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 过去的感情 不管曾经是风和日历 还是乌云密布 都已成为过往 未来日子还很长 别再执着地把自己绑在过去 心中少留一点怨和恨 才能装得下更多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